八个TUQ登录账号 三千多名网友 并且大多都是女性 女网友们之身赴约 被骗财骗色后惨遭杀害 嫌疑人出租屋内存有大量女性用品 情路坎坷令她滑向罪恶的深渊 2012年7月3日晚上22点 广东省汕头市 城市一天的喧嚣还没有散去 宁馆女服务员洪姐 要给客人做完最后一遍保洁才能下班 当她打扫到三楼的楼梯时 发现台阶上有些异常 楼梯上面滴得有一滴一滴的血 血迹成点状分布 颗粒比黄豆稍大 是鲜红的 应该是刚刚滴下的 台阶上怎么会有鲜血 红姐联想到刚才只有306房间的客人 拎着一支行李箱从这下去过 这是一位男客人 台阶上的血迹是不是和他有关 此时那位客人已经到了门外 红姐赶紧追出去问 男客人说自己把手指头搞破了 说完回头骑摩托车就跑了 只是手破 按说应该不会出这么多血啊 女服务员半信半疑 随后 她来到306房间查看 这是一个单人间 面积不大 只有十个平方米左右 床铺整理得很整洁 地板也打扫得非常干净 唯一异常的是卫生间的地板上 有一个旅行包 红姐按了一下 感觉硬硬的 包里装的是个球形的硬物 打开一看 似乎是一个人头 红姐被吓得够呛 她赶紧喊人报了警 这是一个女性的头颅 从面容和牙齿的年龄上来推断 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 身高大约1米6 留长发 通过头面部的真相 及颈部绑的绳索 法医鉴定 死者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在死者的脖子上 侦察员发现了一根红色的细绳 法医认为 这可能是致死受害人的凶器 他是先被人用绳子勒死 然后又遭分尸的 案发现场 通过进一步的仔细勘察 侦察员从卫生间的几个墙角 隔地面的砖缝里发现了残留的血迹 这些血迹经检验也都是受害人的 侦察员认为 306房间应当就是嫌疑人作案分尸的第一现场 案发现场是经过精心打扫过的 有用的痕迹物证不多 在床垫上 侦察员发现了一枚带写的指纹 这枚指纹的纹路比较粗大 是一名成年男子的 应当是凶手留下的 可指纹的纹路并不清晰 没有比对的价值 这说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极好 另外 可能有作案前科 嫌疑人除了对犯罪现场的处理十分老练 对死者尸体的肢解也十分娴熟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肢解的尸块非常整齐 侦察员判的 这名凶手肯定不是第一次肢解尸体 这会是个什么人呢 要么是一个惯犯 要么是熟练的屠宰工 又或者是经常上手术台的医务工作者 案发当晚 汕头警方就成立了由市区两级公安机关 联合组成的专案组 查看完现场 专案组就感到了压力 在陈措和案发现场这个地方 外来人口群居 人员复杂 案件一旦传开 会给群众造成很大恐慌 尽快侦破命案 抓住凶手才能揭开真相 很显然 这样的凶案 查找凶手的难度不小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以后 把现场全部都清理了 基本上找不到犯罪的痕迹 小旅馆有监控 但不知什么原因 监控探头当天出了故障 只拍到了一些片段 还好 警察从不多的视频片段中 找到了306号房间那名男客人 监控画面显示 案发当天下午5点多钟 306房间的男性客人曾经离开过宾馆 从外形判断 这个人年龄在30岁上下 身材偏瘦 头发有些前秃 小旅馆的服务员说 这个人操的是外地口音 身高在1米7左右 女服务员回忆 306房间的男子 是案发当天下午两三点入住的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 女受害人是什么时候进入房间 没有人注意的 监控探头也没有拍摄到 办理入住手续时 只有一个人 现场也只有一个人的血指纹 监控视频中 也只发现了一个男性客人的身影 侦察员据此判断 这起案件 一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现场只有女受害人的头颅 它的躯干和四肢不见 而306房间的男客人 是拎着行李箱出门的 还有血滴在了台阶上 侦察员认为 306房间的男客人 应当就是行凶分尸的嫌疑人 这家私人小旅馆 位于汕头市的一个城中村内 经营并不规范 并没有对每位入住的客人进行登记 既没有留下这名男客人的身份 也不清楚女受害人是谁 嫌疑人和受害人的身份信息都不清楚 案件推进十分困难 侦察员注意到 床头上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塑料袋里面除了一些女性用的化妆品 都是比较廉价的 还有一代情人美 情人美已经开封 这应该是女受害人留下的 从留下的这个生活用品来看 说明这个使用者的身份是普通人 而且是生活层次还比较低 服务员提到 嫌疑人当天是骑摩托车离开现场的 既然是骑摩托车 说明他的落脚点离案发现场应该不会太远 汕托市区的主要路口都不由监控探头 通过周边路口的监控视频进行查看 或许能够查清 嫌疑人行动轨迹和落脚点 进而锁定他的身份 侦察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 进行了仔细的查看 可麻烦的是 由于案发现场四周的人员太过密集 再加上监控探头的清晰度有限 侦察员没能从监控视频里辨认出 嫌疑人来往案发现场的行踪 嫌疑人来往案发现场的行踪难以寻找 除了案发现场环境复杂 侦察员分析 还有一种可能 犯罪嫌疑人也许对案发现场十分熟悉 有意避开了监控探头 如果真的是这样 停监控找到嫌疑人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专案组认为 有必要变换一下侦察方向 从被害人的线路入手 查明被害人的身份 从被害人身份证返过来 再来追查嫌疑人的身份 可要从监控视频中 查清女受害人的行踪也非一事 因为现场只有受害人的一个头颅 小旅馆的监控视频 也没有拍摄到她的影像 体貌特征无从知晓 此外 没人注意到 女受害人是什么时候进入306房间的 查找的时间范围无法确定 不过 侦察员在现场调查时 得到了一条有用的信息 306房间的隔壁 307房间当时是有住客的 307的客人说 下午4点多的时候 曾经听到过有女人的喊叫声 如果隔壁房间客人反应属实 女受害人在当天下午4点多中遇害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她应当是4点前进入的306房间 为此 专案组将周边监控的排查范围 缩小到了当天下午4点之前 有了时间之点 工作很快就有了突破 侦察员注意到 当天下午3点50左右 嫌疑人一个人从小旅馆里走了出来 顺着监控的追踪发现 嫌疑人停在了一家菜市场门前 像是在等人 过了一会儿 嫌疑人往前迎了几步 一名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子出现了 两人一起往小旅馆方向走了过去 穿红色上衣的女子和嫌疑人一起边走边谈 似乎并不陌生 当时的时间是下午4点02分 虽然监控并没有拍摄到 穿红色上衣的女子 和嫌疑人一起进入306房间的画面 但隔壁客人反映 当天下午4点多 他听到306房间女子喊救命 从时间上推断 进入306房间并遇害的女子 很可能就是这名穿红色上衣的女子 随后的监控视频也能证实这一点 到了当天下午5点13分 监控视频中嫌疑人出现时 已经是独自一人了 穿红色上衣的女子没了踪影 通过周边监控视频的查找 嫌疑人在当天下午5点多中离开小旅馆后 直到晚上快9点的时候才返回 侦察员认为 嫌疑人晚上9点左右返回 是为了搬运尸体 没想到刚刚将装有死者躯干的箱子搬下楼 就被服务员发现了 导致案发 而这个期间 并未见嫌疑人和其他人接触过 这进一步佐证了受害人 就是那名红衣女子 专案组在对嫌疑人和受害人的身份进行排查时 还向周边的县市发出了协查通报 很快 乡邻的接洋警方通报说 就在汕头这起凶案发生前的半年多 他们也曾发生过一起抛尸案 嫌疑人的作案手法 和汕头这起凶杀案十分类似 2011年12月4日 有人在汕头一座大桥下方的水面上 发现了一具裸体无头女尸 经法医鉴定 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 只有二十多岁 身高在一米六上下 通过比对分析 两地警方认为 这两起案件可能存在关联 侦察员认为 同知解答的手法上来推断 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的相似 所以警方认为 同一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案发后 接阳警方曾经对大桥这起抛尸案 进行过长时间的调查 可没能查清无头女尸的身份 也没有找到抛尸者 案件无法突破 半年时间 两名年轻的女性 都有可能是同一嫌疑人所杀 侦察员内心的不安又加重了 接阳那起案件提供的线索有限 眼下 扇头这起案件 也只是找到了受害人和嫌疑人的影像 如何能够确定他们的身份呢 侦察员对扇头这起案件的监控视频 进行了大量的梳理 结果发现 穿红色上衣的女子 只乘坐一辆摩托车来到案发现场的 摩托车位于监控画面的远端 型号和牌照无法辨认 指望以车找人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穿红色上衣的女子 和所乘坐的摩托车的外部特征 还是比较明显的 侦察员认为 根据这些特征 扩大监控视频的寻找范围 也许能够查清穿红色上衣女子的行踪 进而锁定她的身份 为此 专案组根据摩托车来到现场的方向 调取了多个路口的监控录像 穿红色上衣的女子和摩托车 是从汕头市区一个十字路口过来的 再往前就没了踪影 她的家或者落脚点是不是就在附近 多路侦察员在这个十字路口附近 进行了大量的走法 可一连三天 没人辨认出穿红色上衣的女子是谁 最后侦察员又查看了汕头市区的 失踪人口登记系统 也没有发现和女受害人特征相吻合的失踪者 案发的时间是七月 这正是汕头最热的季节 侦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 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 排查是一户不落 一家不差 总共他们排查了上万户的居民和商铺 可是如此地毯式的排查 并没有给案件的侦破带来有价值的线索 侦察员们都有点沮丧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有人想起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那带被打开了的情人煤 视频中红色上衣女子和摩托车消失的这片区域 分布着汕头市区的多家长途汽车客运站 在大面积的地面排查没有突破后 专案组考虑穿红色上衣的女子 是不是刚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 为此 侦察员围绕长途汽车客运站展开了排查 结果有了进展 女受害人上摩托车的地点 当好是一家长途汽车客运站的大门口 这印证了它可能是刚刚乘坐长途车 到达汕头的推测 这家客运站每天的客流量都很大 车次也很多 它来自何方呢 侦察员想到了现场这包情人煤 现场 这袋情人煤的外包装上有一个价钱 上面显示有中山市物价检查所的字样 而价钱是当地物价部门 对商品价格进行审查的标记 也就是说 受害人来到现场的这袋情人煤 应当是在中山市购买的 很快 这辆珠海来汕头的大巴车被关注 她从珠海出发要途经中山 案发当天 她是下午三点左右到站的 女子是三点二十九分 在汽车站门口上的摩托车 从时间上来说存在可能 侦察员联系上了这辆大巴车的司机 大巴车司机对女受害人印象很深 她是从中山市上来的唯一一名乘客 经过三天三夜的排查 终于查清女受害人来自四百公里外的中山市 虽然身心疲惫 但侦察员的兴奋还是无法抑制 不过中山和汕头一样都是地级市 常住人口就有二百万 还有众多的流动人口 如何能够女受害人的身份呢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侦察员得知 中山当地一位名叫张静的女子失踪了多日 年龄和面貌特征都和女受害人十分接近 侦察员和张静的丈夫取得了电话联系 张静的丈夫介绍 妻子是七月三日那天早上离家的 说是单位上有事 张静在中山的一家足疗店上班 有时候加班 几天不回家也是尝试 头两天 丈夫和家人都没有重视 直到七月五日 丈夫和家人才感到不妙 经过张静家人的辨认 那名穿红色上衣的女子 果然就是张静 可是张静在离家之前是说单位有事才走的 她怎么会跑到四百公里之外的汕头 去跟一名男子在一家小旅馆见面呢 她跟那名男子是什么关系呢 张静和丈夫都是外地人 多年前来中山打工 据丈夫介绍 妻子张静在中山本地没什么异性朋友 也没听说在汕头有什么熟人 视频中的这名男性嫌疑人 她和家人都不认识 侦察员在调看张静的手机通话记录时发现 张静生前曾和汕头地区的一个手机号 有过多次频繁的通话 案发当天下午3点55分 张静还拨打过汕头这个手机号 当时他已经到了案发现场附近 监控拍摄到了他打电话的动作 而当时在附近等张静的嫌疑人正接了一个电话 时间也是3点55分 侦察员认为 和张静联系频繁的那个汕头手机号 机主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的 可一查这个号码 机主并没有在电信部门登记 他的身份信息线索再次中断 专案组的侦察员 先是连续查看了长度达几百个小时的监控视频 接着又在城区连续排查了三天 得到受害人线索后 又连夜驱车400多公里到达中山 这些天来几乎就没有合过眼 当线索再次中断的时候 他们有些支撑不住了 通过对嫌疑人手机活动范围的排查 专案组发现 嫌疑人的手机号虽然是汕头的 但他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临近的接阳市 专案组将寻找嫌疑人的重点转向了接阳 在接阳警方的配合下 7月7日的傍晚 专案组接到了一条线索 在接阳市郊的一个村子里 曾有人见过一名外貌特征 和嫌疑人很像的人 这里是一个有着几千人的大村 除了本地居民 还汇集了不少外来的租房者 提供线索者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外貌特征和嫌疑人很像的人 会不会就是嫌疑人 侦察员需要进一步核实 侦察员火速赶到接阳市 已是凌晨时分 三组侦察员趁着夜色连夜进了村 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 7月8日早晨9点多钟 那名外貌特征和嫌疑人接近者的身份被锁定 曾祥福 贵州省建合县人 今年37岁 89年前来到汕头 曾在汕头一家印刷厂工作 但两年前失去了工作 现役摩托车载客为生 户籍上的相片 是曾祥福几年前照的 现在他的容貌变化很大 警方找到曾祥福案发前的一张照片 通过与现场监控视频的比对 再加上女服务员的辨认 专案组确定曾祥福就是嫌疑人 经过五天五夜的追踪 曾祥福终于被抓捕归案了 所有的疑问都到了该解开的时候 但是曾祥福的解答 让所有人都感到诧异 也为他说他干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所谓正义的目的 表面就是骗财骗色 我实际不是这样 我的内心就是让他们上当 让他们回去 让他们明白 不要老只看重金钱 曾祥福在贵州老家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他说2004年 妻子跟他一起来到汕头打工 可没多久 妻子就变心了 和一个有钱人跑了 后来 他又谈了一个叫阿梅的女朋友 阿梅是他贵州的老乡 只有25岁 曾祥福说 他很喜欢阿梅 可没谈多久 阿梅也变心了 原因还是他没钱 在感情上一再受到挫折后 曾祥福说他喜欢上了网聊 可没想到网络上的女孩同样现实 一看她是一个打工的 没几个人愿意和他聊天 可当他将身份改为私营企业的老板后 女孩子们就开始对他趋之若鹜 完全是看在钱财的份上 跟我交往的这些女网友 如果是说实话 我说我是一个打工者 工资一个月一两千 两三千的话 聊都不会跟你聊的 虚拟世界满足了曾祥福的虚荣心 可回到现实 他又是一个打工者 这让他备受冷落 由此他对网络上的那些爱慕虚荣 对感情不忠的女孩子产生了怨恨 他决定给这些女孩子一些现实的惩罚 就想报复他们就是这样 让他们上当 不要为了这些钱财而迷惑 就是这样 带着这样的目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 曾祥福和受害人张静 在网络上认识了 曾祥福说 当张静以为他是私营企业老板后 就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 并主动要求和他见面 7月3日 他将张静约到了汕头 住进了这家小旅馆 曾祥福说 见面后 他本来只是想在和张静发生关系后 将他的财务拿走 让他感觉到上当受骗 得到一个教训就可以了 可没想到他的举动 让张静产生了强烈的反应 我就说让他把身上的钱财拿出来 然后他二话不说 他就叫救命了吗 没办法 他只能捂住了张静的嘴 然后用这根他平时戴在身边的红绳 将他勒死了 张静是不是曾祥福口中的那种 对感情不忠 爱慕虚荣的女人呢 由于张静已经死亡 我们无法确认 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张静是出于对曾祥福的信任 才赶到四百公里之外的汕头 跟他见面的 只是他没想到 等待他的是一场杀戮 调查当中 侦察员发现 从外地赶来汕头的 可不止张静这么一个女网友 那其他的人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呢 在曾祥福的出租屋内 侦察员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缴获的一台笔记本里面 就是女性的家庭生活的相片 这应该是笔记本拥有者的照片 可这个女孩子并不是受害者张静 接着侦察员又发现了 两个女性使用的手机 手机既不是受害人张静的 也不是这台笔记本主人的 而是另有他人 抽屉里还发现了两块女性的手表 衣柜里有多件女性的衣服 曾祥福一直是独居 为什么她的屋内 有这么多女性物品呢 曾祥福自己有台电脑 侦察员刚进屋的时候 她正在上网 侦察员诧异地发现 曾祥福总共有八个 QQ登陆账号 三千多名网友 并且大多是女性 侦察员认为 处租屋内的女性用品 很可能是那些从外地过来 和曾祥福约会的女网友的 再联想到曾祥福老道的作案经验 还有在接阳发现的这起无头女尸案 侦察员内心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些女网友是不是和张静一样 遭遇了不测呢 曾祥福并不配合 没有难倒侦察员 侦察员对曾祥福的QQ聊天记录 进行了全面整理 结果发现至少有五名女网友在聊天时 谈到要来汕头 过来后要么是和曾祥福闹翻了 发生了争吵 要么是中断了联系 侦察员怀疑这五名女网友 可能是遭到了伤害 通过联系 其中有个别的当事人 可能由于个人隐私或其他方面 并不配合 但是也有三名女网友承认 遭到了曾祥福的抢劫 只不过估计面子没有报警 这台电脑和两部手机 还有这辆摩托车 都是曾祥福抢来的 而曾祥福抢劫是 一般是在和女网友发生完关系后下手 为了防止女网友追出来 她会将女网友的衣服 财务一并拿走 所以她屋内才会有这么多女性的衣服 以感情为名诱骗她们 比如说 我们两个感情这么好了 你来找我 我们一起生活 还有一些通货利诱 我是建材店老板 你来我这里打工 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又查出三宗涉嫌抢劫案 可侦察员的内心并没有因此而轻松 因为这还无法解释 曾祥福贤淑的手法 和老道的现场作案经验 是如何获得的 此外 阶阳大桥的这起无头女尸案 难道真的和她无关 侦察员分析 在阶阳大桥发现的无头女尸 这个时间段 嫌疑人曾祥福是住在汕头 临近发现尸块江流的上游 曾祥福曾经的出租屋 位于这座大桥的上游 离此只有几公里 再加上作案手法和这起无头女尸案接近 侦察员认为 曾祥福的作案嫌疑不能排除 可曾祥福对此并不承认 曾祥福 信不信不管你使用什么伎俩 隐藏得多深 我们都有能力把你揪出来 可是犯罪嫌疑人依然沉默 审讯无法突破 只能从外围寻找线索 通过对曾祥福手机通讯记录的梳理 侦察员发现 在2012年6月12日以前 广东省江门市有一个手机号码 和他联系频繁 有时一天要打十几个电话 可联系在6月12日那天戛然而止 侦察员认为这很不正常 侦察员通过警方的内部网络一查 和曾祥福联系频繁的那个江门手机号 是一位名叫黄凤的女人的 她的女儿在6月13日就向江门警方报案 说她的母亲失踪了 专案组找到了黄凤的女儿 黄凤的女儿说 她母亲是在2012年6月12日那天离家的 离家时 说是汕头的一个朋友 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 要去汕头 结果到了晚上 母亲电话就打不通了 她曾四处打听 可一点消息都没有 到现在都快一个月了 46岁的黄凤离异多年 她本人也很喜欢在网上交友聊天 还给自己起了个网名 叫凤飞飞 侦察员调取了黄凤网上聊天的记录 发现她来到汕头投靠的那名朋友 正是在网上自称是私营老板的曾祥福 那黄凤的失踪是不是跟曾祥福也有关系 黄凤现在人在何处呢 虽然曾祥福一直不开口 但侦察员注意到她的心是很重 并且一直在喝水 侦察员分析 她可能是在压抑内心的紧张 果然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等待 曾祥福承认 黄凤已经被她杀害 反正我是骗黄凤来的 来这边之后 说实话呢 她那个人长得外表还挺好看的 我心里面就想 我是说一下实话 把我的实际情况跟她说一下 看她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曾祥福说 她和黄凤在网上相识时 黄凤没有工作 她就以谈恋爱为名欺骗黄凤 说她是老板 可以安排黄凤来他们企业做事 将黄凤骗到了汕头 当黄凤6月12日到达汕头 得知上当后 两人发生了争吵 曾祥福就将黄凤掐死了 并对尸体进行了肢解 黄凤的老家在江西 十年前离异后 就带着女儿到了广东江门 多年来 一直和女儿两人相依为命 两条人命毁了两个家庭 2011年12月份 发生在街阳大桥的那起无头女尸案 到底和曾祥福有没有关系 警方仍然不得而知 为了能够彻底揭开真相 专案组派人去了一趟曾祥福的贵州老家 曾祥福从小是在大山里长大的 家里十分贫困 老父母将兄弟姐妹四人 养大十分不容易 老父母一直希望曾祥福他们能够有出息 处人投地 没想到他会去抢劫杀人 这让老父母和家人伤心不已 了解清楚了曾祥福的成长经历 侦察员采取了迂晖的战术 没和他直接谈案情 而是从人生和亲情方面与他交流 这种交流很快就取得了效果 曾祥福喃喃自语着 爸爸妈妈 我对不住你们 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好心 你们把我培养长大 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你们两个老人家好好保重身体 在情绪得到充分发泄后 曾祥福的心理包袱开始慢慢放下 侦察员见火后一道 开始盘问 曾祥福 想好了没有 曾祥福点点头 最终 曾祥福承认 接阳大乔这起无头女尸案也是他做的 但被害人并不是女网友 而是他曾经的女朋友阿梅 曾祥福供述 他和阿梅两人经常因为钱财发生争吵 在一次争吵后 阿梅提出要离开 这让曾经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曾祥福怒不可遏 感觉女友的离开是嫌弃他没钱 冲动之下 他将阿梅掐死了 然后将阿梅的尸体从街阳大桥上抛了下去 通过五天五夜的追踪 汕头警方最终将涉嫌三宗命案的嫌疑人曾祥福侵获了 不仅给了汕头市民一个真相 稳定了人心 还阻止了曾祥福这个狂徒肆无忌惮的杀戮 由于涉嫌故意杀人 抢劫等多项罪名 曾祥福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2017年3月曾祥福被执行死刑 虚拟世界的情感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新鲜刺激的感觉 但是从虚拟到现实的转变也有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甚至把你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再次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网友 千万不要置身远赴她乡 跟异性网友见面 因为你无法确定等待你的是惊喜还是噩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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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